2021年进入尾声 不少人都好奇 2022年到底该如何放假 才能玩得尽兴 而政府行政机关 办公室日地表也出炉 带大家看八个廉价怎么放 赶快笔记起来 修好修满 明年的农历春节 除了除夕1月31号 一直到初五2月5号 还有6日的1月29、30 以及2月6号 一共长达9天的假期 而如果你的特休 还不知道怎么请 这里告诉我们 最大的效益 228纪念日 只要请3月1号到3月4号 就能从2月26号 修到3月6号 一共9天假 清明节从4月6号 请到4月8号 一样也有4月2号 到4月10号9天假 我自己家人就会这样排 他们就会提前 提前一天就修了 不然就是后面再多修一天 疫情已经稳定 然后也可以出国旅游的话 那会最想去哪 会想日本吧 上半年还没完够 别急还有下半年 端午节请4天 5月30到6月2号 就放5月28号到6月5号 中秋节请9月5号到9月8号 就能放9月3号到9月11号 双十国庆 从10月11号开始请假 到10月14号 就能休10月8号到10月16号 三个节日全都放9天假 可能有些人会请 有些人不会吧 还是要看公司规定 现阶段应该不敢吧 怎么说 因为现在景气不好 假能不能请 敢不敢请 见仁见智 不过一整年 有6个9天假期 8个廉价加起来 可以休58天 许多上班族 善用特休假 让假期加长再加长